今天是六月四號 二十九年前 北京天安門發生的六四天安門事件 每年的這個時候 都會有越來越大量 不管是影片 照片 叙說著二十九年前 北京所發生的那一場血腥鎮壓的情形 今天我們要談談說 二十九年前 在北京那些年輕的學生們 付出他們的鮮血之後 這二十九年來 他們的鮮血值得嗎 中國的民主是真的進一步發展嗎 而當中國在這幾年 獲得大量的財富 以及大量的高科技之後 人民的生活是變得更好 還是受到更全面的監控 特別是針對少數民族 像是維吾澤 像是西藏的這些民族呢 是否又受到更全面 更大量的 不管是打壓 鎮壓 甚至是直接同化 消滅他們的文化 今天六四二十九週年 再來談一談中國的現況 以及未來到底在哪裡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一位 中國的維權人士 他其實呢是長期去推廣 所謂的人民有信仰的自由 信仰這件事是人直接跟 或許叫上帝 或許叫神明的樣子 一個溝通的過程 可是中間是不是真的必須要 經過共產黨的認可 他談到說家庭教會的重要性 可是呢 這幾年下來 受到無情的打壓 他成了聯合國 所認證的政治難民 上禮拜三的時候呢 他原本呢 是要被遣返回北京 可是突然間 他入境臺灣 臺灣政府呢 給他所謂的入境 三個月的停留 那三個月之後 到底他該如何怎麼辦 今天我們邀請到 中國的維權人士 長期關心 推動中國的信仰自由 我們歡迎黃燕 黃大姐你好 大家好 你是上個禮拜三 突然跑到臺灣來 對 我是二十九號的晚上 突然跑到臺灣的 那個八點四十分的時候 到達了臺灣 那經過那個 楊憲宏的協助 臺灣政府就直接給你 一個簽證可以入境 對 非常感謝臺灣關懷 中國人傳檸檬的 楊先生和那個 對華協會的 副習學母師 如果不是他們的話 我都不知道 今天我在哪裡呢 因為第二天的時候 我的簽證三十號 就到期的 嗯哼 你在中國做了什麼事 為什麼會被判刑 被關押 我在中國 我說我是 因為我是出自基督徒家庭 我的姐姐 他們都是傳道人 我也是的 然後 二零零三年的時候 幾乎我們那邊 已經傳得家家戶戶 我住的那一條街道 荊州草市街 幾乎家家戶戶在信 什麼教室啊 什麼公安族啊 這樣那樣傳道上 然後我們那邊派出所 就來告訴我 叫我出告訴那些人 不要信基督教 如果再信的話就怎樣 然後他們就抓捕了 我有個信真的真弟兄 和那個盤弟兄 都是和我一起傳道的 然後我得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他們就其他的弟兄姐妹就叫我趕緊跑 我就前往跑到了北京 跑到北京的時候 不久的時候看到那個 蔡之華牧師也被抓 他那個蔡之華的姐妹 姨被抓 父親兩個都被抓了 然後阿姨呢 歲數比較大 蔡奶姨阿姨 也是牧師 然後就幫蔡之華牧師 請那個律師代理 當時候是北京公安主任馬正川 和他的執事馬先請了兩個官方的律師 是蔡之華罪的 當時候我就和阿姨講 把這兩個律師 辭掉 然後就重新請了 告訴聖尼希斯 藤彪 蘇智隆 陳瑞苗 王儀 就一起請了八個 還有那個范雅峰 把我律師打 那個禁國以來 當那個宗教案子第一個律師走坛 是最過硬的 然後呢 當天晚上的時候 范雅峰 那個 范 馬正川的 那個植入戲 我現在 我白天都記得他名字 不過華娜姐 我們稍等一下 因為臺灣民眾對於大陸 不管是人權 自由或是信仰 說實在比較陌生 我請教一下 大陸現在只允許共產黨所認可的 那個叫愛國教會 不管是基督教或天主教 對 只有大陸認可的 你才可以去信仰 對 政府辦的那個三支教 那那他就希望你們都到那裡面出信 現在抓人 對 現在連三支教會的牧師也抓 也抓了 但是你不信愛國教會 你就是希望可以自己跟上帝溝通的這個家庭教會 嗯 對 然後呢 他是不倫屬家庭教會的 我完全那個時候是不倫屬的 如果倫屬的話我就不會逃亡了 那信仰是你自己的事情 今年起新的規定 是十八歲以下 對 不准進教堂 不准進教堂的 學生不准進教堂 對 所以信上帝就有罪 對 就不行 而且那個最近有幾個省份 已經開始要求小孩 不准了 告自己的父母 如果父母有帶你去教會 你要跟老師講 跟公安講 我們等一下再來談談 呃似乎所謂的信仰自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規定的 我們這 但是這是不是事實 我們再歡迎是 這次黃燕來臺灣其實是大力協助他的臺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的理事長楊憲宏 對 大家好 臺灣政府這次的表現還可以 非常好 我很驚訝 因為喔 老實說黃燕是我去年本來要把他救到臺灣來看病 因為我知道他有得到一個癌症 那必須馬上開刀 結果當時很可惜 就是臺灣政府沒有辦法 當時給他這個到臺灣來醫療 是 的這個通行 那我們就一直注意他 那後來我們知道他在去年八月得到那個聯合國的幫忙 變成聯合國的難民 有難民證 那不過他當時候這個最主要要開的刀也在這個泰國開了 也是由美國的對華研助協會協助他幫他出了錢 是在那個開刀 那開完刀以後 原來想說他既然拿到聯合國難民證嘛 那理論上在東南亞這些國家 他就可以再找到下一個 因為這一般拿到難民證的人 聯合國或是其他國家就會幫他做resettlement 也就是安置看去哪一個國家 結果我們所知道的就是中共的特務一直想要在這個泰國或是後來他跑到亞加達 想要把他綁架回去 所以騷擾到他的手機什麼都不行都完全被屏蔽 他已經拿到聯合國所核定的難民證 但是當他跑到泰國跑到印尼的時候呢 泰國跟印尼還是希望他可以回北京去 這個其實都有陰謀 那過去我們在二零一五年的時候聽過那個董廣平跟江野輝 兩個人也是跟他一樣在泰國拿到難民證 綁架回中國 也就是泰國印尼不敢得罪中國 對 明明是聯合國給的難民證 但是不理 就是要把他遣返回去 是的 那這一次蔡英文政府呢 就是讓這個聯合國所認聽的政治難民來到臺灣 我就是跟我們陸委會去說明說 黃燕的狀況 你們也可以去查證 他非常危急 隨時可能被綁架回去 然後他已經在印尼 已經簽證 已經這個快過期了 對 每次簽證要過期的前一兩天 我就趕緊到 返回泰國 然後泰國簽證要過期 但是每次都在被機場被拿進 臺灣政府現在給你三個月的簽證 對 三個月後勒 非常感恩 現在是這樣 就是說他就 後來就找到一條路 就是說那因為在印尼或是泰國 如果你 他已經被訂上了 如果你買的飛機票 最後不是到北京的話 他不准他登記 其實對不准穩定機 他現在是變成這樣 所以他忽然找到一條路 就中航空從亞加達飛 北京 是會路過臺北 OK 在那個桃園轉機的時候 在臺灣轉機 對 那就是他上了飛機以後 美國的那個對亞援助協會的 傅希秋就打電話通知我說 黃燕上飛機了 然後下一站應該是在臺北 趕快救人 三點鐘我接到訊息 他其實九點鐘之前就會到 我只有六個小時 如果黃燕這個模式可行 那麼劉曉波的夫人劉霞 現在身體狀況極為不堪 我們很希望可以把劉霞 接到臺灣來 非常希望劉霞過來治療 如果不然他的狀況和劉曉波會一樣的 事實上這一回 這上一回黃燕的情況 我們已經在臺灣組了一個醫療小組 都很願意來協助黃燕 那更不用講劉霞了 劉霞如果要來 或是倪宜蘭如果可以來 這些都被打成重傷的 或是被傷害到重傷的 我覺得臺灣就是人道 這一次我們的陸委會 是以人道救援的名義 讓黃燕可以留下來 當然會激怒對岸 當然會激怒對岸 會嗎 我們救人他生氣什麼 他有什麼好生氣的 老實說這幾天非常多人問我 這個可能也要請教 我說習近平 你有什麼好生氣的 會的 你欺負的人 我們幫忙救欸 你還生氣 我們也來介紹另外兩位特別來賓 剛剛我們談到說 其實我們也必須要在意 中國如何對待自己人 然後當臺灣有越來越多人說 兩岸一家親 或是捍衛五星旗的這個權利的時候 中國是如何對待自己人 特別是對待維族跟藏族 我們來歡迎是八九民運領袖 也是維吾爾族的 吳爾開希 先生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有比較好嗎 這一陣子維族的狀況 更糟啊 中國情況也在更糟 維吾爾族情況也在更糟 709的律師在更糟 劉霞的情況也在更糟 這個劉霞的精神狀態已經到了 非常我們所知道的情況是非常非常嚴重 他已經 他非常需要立即的救治 如果我用一個比較 一個名詞叫命在旦夕 可能很多時候 大家會覺得說 你們這些民運人士 凡是講到中國的情況都會誇大 好像我們這些異議分子 在海外講到中國的情況 你都是誇大 我在這個節目裡面也講過 維吾爾人被大量的關入集中營 在這種情況的時候 也不會引起大家的重視 因為總覺得你們 我們這些民運人 異議分子 流亡的異議分子 講到中國的情況一定會是糟的 那肯定是誇大的 但我們現在後來發現 過去的這段時間 各種各樣的數字出來 各種各樣的數據 各種各樣的證據顯示 中國無論是對藏人 對維吾爾人 以及對異議分子的迫害 都是變本加厲的 情況就是越來越糟 我自己跟我們這節目 跟整個公共電視 一直遇到一個困境 是說 我們在網路上看到大量 維族被壓迫的訊息 畫面影片 但因為我們沒有駐地的人 所以我無從查證起 我先請教你 其實所有的朋友 應該在網路上都看到一段影片 一個長得很漂亮的 年輕的維族的女子 然後嫁給了一個 也不算老 但是看起來 就有一點土裡土氣的 中國的男子 漢族 那那個維族的女子呢 是整個臉是很臭很臭 那後來呢 後面有一段註解 就是說 因為他所有的家人 都被關押在維族的集中營 如果他不嫁給這個漢族的話 他的家人就不可能獲得自由 是 我不一定要去認 那個所謂的那個 查證這個事件 但是維族被大量關押 在集中營 真的有這件事嗎 當然有 而且就剛剛講這個維吾爾的 這個女孩子這件事情 現在中國大陸 有一個在新疆地區 有一個明確的官方政策 這是可以查證的 叫做結親政策 就這兩個字喔 結親 什麼意思呢 就是由官方要求 在新疆的維吾爾人和漢人 形成一種 就是有一個叫結親政策 就是說你要去你的漢人的 新結識的朋友 親戚家裡 沒有血緣的 但是你要去走動 而且是規定 多長時間要一次 兩個禮拜要一次 一個禮拜要一次 一個禮拜要一次 這個是現在在新疆正在執行的 有大量文獻可以證明的政策 匪夷所思對不對 正在發生 那麼在新疆 南疆 基本上已經到了一個什麼程度呢 尤其是在鄉下 家裡邊只要有成年男子 基本上都在集中營 我講的沒有誇張喔 家裡邊只要有成年男子 十八歲以上 基本上都在集中營 就是如果一個家裡邊 可能有四五個孩子的話 可能會留一個來照顧家人 所謂的集中營是什麼 學習班 共產黨給它起了個名詞 叫做學習班 什麼叫學習班 就是學習班就好聽嘛 聽起來就不是那麼關押的 但實際上那個學習班是什麼呢 就是用過去的很多學校的教室 空出來以後 一間教室裡邊 原來可以做三四十個學生的教室 現在關押一兩百個人在裡邊 然後每天早上暗示 就是關押完全就是拘禁 非法的監禁 然後在裡邊每天早上起來 唱國歌看中央電視台 然後會有人來所謂上課 上課就是洗腦 就是講共產黨好 然後這一兩百個人 就關在同樣的地方 一起在那裡唱共產黨好 社會主義好 學中文 然後要向中國政府表達一種效忠 然後更重要的是要檢查你過去的這一段時間 一年兩年五年 你有沒有海外的親戚 有沒有跟他們有任何的聯絡 如果有的話 主動交代 斷絕關係 如果沒有被查 沒有主動交代 被查出來會怎樣 你知道嗎 信聰兄 會被判重刑 就是因為只是有聯絡 微信 你手機上用微信 跟你海外的親戚有聯絡 譬如說您那個圍族的那個親戚或朋友 曾經用微信跟台灣的烏爾開西聯絡過 他不交代 他就被判重刑 是 不交代就被判重刑 而且呢會在路上 烏爾喀什 河田 這些南疆的這些城市 路上會有檢查上 警察會在那邊說 手機拿出來 要查裡邊的微信裡面有沒有聯絡 現在新疆的情況是這樣 我們待會也會放一段是 新疆教改營 或是剛剛烏爾開西兄所說的集中營學習班 的這個畫面 藏族也是一樣嗎 我們歡迎是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的理事長 扎西慈仁 藏族也是一樣嗎 扎西德勒 大家好 那藏族從開始到現在 是中共打壓 但是藏人完全沒有放棄 剛剛烏爾開西提到的在 那一樣的在西藏那邊 人家又去外面去買菜 然後警察突然會領檢他的手機 跟誰聯絡的 也有這種的發生過 然後現在來講 在剛剛前面提到的 愛國教育那個部分來講 是愛國教育 是 所有人在西藏 1989 1987 8889 開始就是有愛國教育的 到現在沒有停止 那特別在2008之後 比較嚴格 然後2001七年 像 Larunger 就是這個 最保留的 現在是 這個是我們可以算 一個學校 因為有 國際的學生來這邊學習 這個已經拆開 然後有 很多 尼固跟和尚 就是喇媽 他們從那邊離開 帶去西藏 自己去的 在愛國教育的中心那邊 然後那個 喇媽跟尼固 他們就是 穿了一個金隊的衣服 制服 然後叫他們 唱一個歌 那個歌的內容 就是說 就是太陽跟月亮是一個媽媽的女兒 那媽媽是中國 那中國人跟 中國生的太陽跟月亮 對 那月亮跟太陽是 中國人跟西藏人是 一個媽媽的女兒 那媽媽是中國 但是在西藏 自治區裡面的西藏人 在西藏裡面的西藏人 開玩笑會跟大家講說 如果中國說的話 就是說 中國體下有兩個小孩 兩個女兒 就是一個是中國人 一個是西藏人 那如果這樣的話 你們可以去看西藏的那個機場 在機場 西藏人沒辦法進去西藏自治區 如果西藏人到西藏自治區 在機場那邊的話 很會嚴格 很會調查 那中國人不用調查 直接可以進來 在西藏自治區 他很容易可以進去出去 但是這樣的人 是不行這個的 所以說 說法上面 是愛國教育上面 是有提到 就是說我們是一家的人 但是實際上是不可能有一家的公平的看法 對西藏跟 藏人跟漢人是差很多的 前幾年其實有話好說 也報導過很多 喇嘛自焚 當然是悲劇 達賴喇嘛也禁止這樣的事情 這幾年下來 不管是信仰自由 或是藏人的文化 乃至於藏人本身的 不管是人身自由 或其他的自由 有更嚴重的侵犯嗎 非常嚴重的 因為 對我們西藏人的 所有的事情來 宗教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宗教裡面 有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傳統 所以他們要最重要 他們要管制宗教的 一百五十幾個這樣的人 在西藏裡面自焚 他們主要的目標的 輸久就是要宗教自由 達賴喇嘛要讓回家 因為比較少數的人 是所有西藏獨立的 那現在從二零零八開始 他們開始管制宗廟 嗯哼 說法上面 他們會說 是在好像在那個 保護喇嘛跟這些宗廟 但是正正講的話 他們要控制我們 喇嘛跟宗廟 而且特別在傳世的 聯播切的部分 是政府要管制的 待會扎西也會提供一段影片 是很多西藏的小喇嘛們 他們是穿著迷彩軍服 然後唱所謂的 愛國歌曲 待會我們再來看這一段 不過我們來看看 六四天安門事件 二十九週年 國際上還是有不少的 這些紀念活動 以及要求中共當局 正式二十九年前的 那一場血腥鎮壓 不過相較起前幾年 似乎大家要求 平反六四的聲音 越來越小 為什麼 我們來看看 二零一八年六月四號 早上的北京天安門廣場 除了少數民眾路過 顯得空空蕩蕩 二十九年前的這一天 以鄧小平為首的 中國共產黨中央 下令解放軍進城 強力鎮壓 具體在天安門廣場的 大學生與市民 血腥殘暴的畫面 傳遍全球 然而中國政府 不只一開始就封鎖消息 讓外地民眾 完全不知道有這回事 二十九年來更透過 實體與虛擬的監控 鋪天蓋地禁止 一切訊息流通 更別說是紀念活動 對於日前美國國務院呼籲 中國政府公開六四真相 中國政府除了老調重彈 把民主運動說成是 顛覆國家的暴亂 也批評美方是干預內政 對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發生的那場 政治風波 中國政府早已有了明確的結論 美方年复一年發表所謂的聲明 無端地指責中國政府干涉中國內政 中方對此強烈不滿 堅決反對 已經向美方提出了嚴正的交涉 我們敦促美方 摒息偏見 糾正錯誤 停止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 停止干涉中國的內政 至於在香港 每年都照例會舉辦紀念活動 不過近幾年參與的人數不比以往 顯示年輕一代香港人在戰中運動 甚至是香港獨立思想出現後 對於身份認同 已經從制認為也是中國人 成為單純的關切民主自由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再來看看六四事件 二十九週年相關人士的發言 王丹當時的學院領袖呼籲 香港人要更積極地參與六四晚會 當中共已在加緊壓迫香港的時候 站出來抗議是為了香港自己的 前途天安門母親有一封公開信說 六四血案是國家對人民的犯罪 因此必須要重新評價 政治問題要用法律解決 堅持真相賠償問責 民進黨也有份聲明說 中共當局是一種黨天下的專制思維 蔡英文臉書呢 今天也有用特別用簡體字 發表一篇文章 待會我們好好來看 馬總統馬前總統他的臉書呢 今天也說他之前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就講了一句話 現在他還是這個態度 就是六四不平反 統一不能談 我們來看看蔡英文蔡總統呢 在今天他的臉書上特別用簡體字 他希望說大陸的網友們 年輕人們不要用翻牆 以後就可以看到他的臉書 當然是一種期待啦 蔡總統說今天是六四天安門的二十九週年 他想藉著這個機會 跟對岸的中國人民講幾句話 分享臺灣民主經驗 來到這裡的中國網民都會發現 蔡英文的臉書是臺灣民主政治的縮影 這裡有批評也有打氣 在臺灣我們沒有敏感詞 不會做網路審查 當然也不用翻牆 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 而這已經建立了一套 容許這種生活方式的民主制度 翻開天安門的歷史 當年中國統治當局出動軍隊 坦克車跟槍炮 鎮壓天安門的學生跟人民 並說成是政府平息暴亂的等等事件 那這部分我再請教一下社長 第一個看起來紀念六四的聲音 越來越小 第二個為什麼是真的不重要了嗎 不過六四如果被看成一個歷史 那就是一個很錯誤的結論 我一直認為六四從來沒有過去 這種當年的這種天安門的這種 所謂的坦克啦槍啦殺人的事件 天天都在中國發生 天天我們還看過有教堂 那牧師都在裡面 對 那個推土機都推過去啊 弟兄姊妹都在裡面 那個不叫六四叫什麼 那個就是六四不是嗎 教堂裡面牧師在傳教 是 裡面有信眾 推土機就要過 就是當時候只有那個 我們所知道那個case是 牧師跟牧師娘 兩個人 兩個人 兩個 一個牧師一個牧師娘 在 結果其中一個被火買 明明知道裡面有人 明明知道 而且那個領導我們有 還聽到領導的聲音 就壓過去 死了人 算我的 算他的 這個不就完全是六四的口氣嗎 就是鄧小平當年的口氣嗎 算他的 真的算嗎 然後現在習近平的這種做法呢 我沒有感覺到 我想開戲應該很深的感觸 根本就是文化大革命重來 對 所以現在更嚴重 是六四加文化大革命 兩個東西 現在在中國 黃燕姐今天很難得邀請您來了 您手上也有一些照片 不過我可能特別聲明是 黃燕女士她剛剛給我們照片的時候 那個照片是極度寫新的 那因為我們這是晚上八點播出的時候 可能還有很多小朋友在看 所以我們把他的照片做了一些處理 但是看起來還是很不忍 不過原本的照片是真的極度寫新的 不堪的 這些照片是什麼 我跟妳講 中國 習近平獨裁 他說依法治國 根本不是的 盡他法律的是他們 我們所罰的都會被抓捕 被判刑 被哭刑 這個是主報廣東貪污官的 他是一位商人 也是條件 經濟條件非常好的 因為他主報了貪污官 然後貪污官 用那個劉三 他叫李靖欣 廣東 惠州的 他叫李靖欣 然後 用劉三把他剖了前身 前身剖了之後 李靖欣是這個受害者 對 他檢舉了廣東的一個 管理貪污 對 然後那個 倒賣投地的貪污官 然後那貪污官 就用劉三把他剖了 剖了前身燒傷 大面積燒傷 他還很年輕的 然後 燒傷之後 那貪污官就 又把另外的人拿獲得獎 叫他不要控告 因為他 控告根本也控告不贏了 然後呢 就賠償了兩百萬給他 首先是說賠償五百萬 說新給你一部分 賠償兩百萬之後 一段時間之後 反過來 就把他抓捕了 就說他敲詐了 然後抓他進來 現在已經關了幾年 還沒有放出來 所以檢舉的人 不但被潑流酸 還被抓去關 對 那貪官到現在沒事 貪官沒事 中國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這是二年 一四年的時候的事情 一四年就是四年前的事 他在中國貪官 都是受習近平保護的 什麼法律啊什麼 習近平不是在打貪嗎 習近平的打虎拍音是空口號 他是以貪反貪 以和治和 他並不是 如果習近平說是打貪的話 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如果習近平真的是打虎拍音的話 我就不會被綁架到軍樓 然後因為我也就是聽了一個 明告貪污官的案子 我都不知道 我在廣東順德聽完之後 我就回到廣州 一個禮拜之後來了 然後廣東順德來了三千病醫 在我們家門口就將我綁架了 就是說你聽了那個案子 你不要參與 你不要對外發言怎麼樣 我心不知道有那麼嚴重 他們把我綁架之後 我才有那麼嚴重 不過社長我請教 我不太理解 不過就是信仰上帝 有什麼對政權危險的 為什麼要打成這樣 聚集就不行 這個實在是聚集 聚集 聚集就不行 現在我對你中國的了解 人聚集就不行 同誠也不行 你誤會了 你要以為 共產黨現在的決策 不是說你是不是對他有威脅 他不是 他是說你對他有威脅 他這樣 不是 他要你屈服 精神屈服 你比方說 這個是台灣人必須現在要了解的 你不要覺得說 共產黨中國那邊離我們很遠 我們只要不招惹他 我們不要惹他不高興 他應該就不會怎麼樣 我們沒有給他造成威脅 他應該就不會來找我們的麻煩 不是 不是 共產黨是要你屈服 完全屈服於他 不准有任何的不同意見 OK 說這樣不要說不同意見 不准有任何個人意見 獨立的意見都不行 對 這就是可惜講的 這樣的 哪怕一個老百姓 都不可能 什麼 像你們這邊還可以什麼盡頭主席 我們那邊 連一個微信一個帖 都不可以反對說 哎呀 習近平這個政府怎麼樣的 今天說了 明天你能就不再 已經抓走了 會被判刑呢 黃燕到底做了什麼事 必須輪到這個下場 社長 就是因為我聽了一個 民告官的 唐吳官的 習近平的打虎拍音 都空口號是假的 怎麼依發治國 打虎拍音 什麼的 不是的 歷史倒退司法更來更合案 社長 黃燕做了什麼 我 我 這個他做什麼 老實說 那個凱希剛剛講得很對 不是 這個做什麼 非常 這個共產黨今天已經到了 很恐懼的階段 他需要用什麼東西 來麻醉自己 他們 這個是在為主化聲勢 他剛剛講那個 結親 其實 更直接的說法 就是引用習近平一家親的說法 那一家親的說法 就是他剛剛講的 一個男人 忽然莫名其妙去你家住五天 家裡只有只有媽媽跟女兒 然後他們最近做了一個宣傳廣告 說他們的一家親政策 有多成功 成功到那個男的 那個漢人的男的 去了那個為主的家裡 住了五天以後 然後他們拍了一支影片 為主的小女孩 就寫了一封信給這個漢族男人說 我可以叫你爸爸嗎 你是這個 這個是他的廣告 這是他的廣告 他說你看我們的一家親的 那個效果這麼好 這個一個漢人去住了五天以後 為主的女兒 就要叫他爸爸了 一家親拜託 兩岸一家親還敢喊嗎 你是要喊他爸爸 還是他要喊你爸爸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由外電所拍攝的 為主現在在中國所遭遇到的 一個處境 那也許多畫面 其實是外電親自到現場去拍 那當然也包括說 如果是在愛情的基礎上 不同的民族兩邊通婚 這當然是值得祝賀 如果是說所謂的愛國教育 是站在合情合理的基礎上 某種程度也可以被理解 但如果他是站在要消滅一個民族 消滅一個民族的協同文化跟記憶的時候 這恐怕就被需要值得大量的批判 我們來看看 為主現在在中國的處境 去年三月二十五號 貝卡利開車從哈薩克入境中國新疆 原本單純只是工作的關係 順道返鄉探視父母 卻遭警方登門逮捕 貝卡利說自己出生成長的故鄉新疆 和現在的新疆完全不一樣 現在到處都是全方位的數位化監視系統 監控著一百二十萬威吾爾族 哈薩克族穆斯林的一舉一動 連再平常不過的禱告 甚至留鬍子都可能是被逮捕的理由 四個月後他被送往北方的克拉馬一市 那裡有超過一千名跟他一樣被拘留 準備接受教化的人 在改造營裡不乏醫生老師學生 他們被迫喝酒吃豬肉放棄自己的信仰 從去年春天開始 中國為了在新疆進一步加強維穩 逮捕大批維吾爾族穆斯林 中國這一連串的行動 在約一千八百萬人口的中亞國家掀起波瀾 美國國務院估計至少有數十萬人被關押 一家由新疆流亡人士組成的土耳其電視台 引用政府被泄露的文件指出 約九十萬人遭關押 而且還有更多改造營增見中 貝卡利在去年的十一月二十四號獲釋 由於擔心自己在中國的家人也被抓 他不願談起這段失去自由的八個月中 所受到的痛苦折磨 沒想到今年三月開始 他的妹妹父母陸續被帶走 於是他改變心意 公佈自己的釋放證明書 哈薩克護照上的中國簽證等相關資料 這些文件是最接近改造營的真實紀錄 貝卡利說事情走到了這一步 他已經沒有什麼好失去的了 不過克西雄中國的知識反應都是說 第一個你是外界有色眼鏡 就是刻意要批判中國 完全不客觀不公正 第二個老是拿反恐 作為一個理由 常常說你知道有多少圍族在攻擊漢人嗎 你知道多少漢人呢 是被殺了然後他的墊是被砸了 你知道有多少漢人是說做到多大的欺負 你知道有多少社會治安案件 不管是偷竊強盜甚至更嚴重的 像是殺人放火的 都是為足做的嗎 難道中國可以不反恐不為安嗎 在中國擁有權力的是誰 在中國擁有暴力能力的是誰 是政府是警察老百姓 你說維吾爾人在那邊新疆這些維吾爾人 如果說過去這幾十年之中 有沒有什麼這種對漢人的暴力行為 有也是反抗 我們怎麼會說是在那邊無端的挑起 任何對政府的一個那麼強大的一個政府 我為什麼要去挑戰它呢 一般人之常情的 對這種專制的統治的恐懼我們也有啊 可是為什麼在新疆這個情況 會有那麼強烈的反抗 就是因為已經到了不反抗也是死 反抗也是死這樣的一種狀態之下 集中營是一個非常嚴厲的字眼 是一個非常嚴厲的控訴 是 滅族或者是消滅一個種族或叫genocide 那是更嚴厲的一個指控 這兩個字眼可以用在現在中國的為主嗎 我想genocide我還不敢用 但集中營絕對是有的 在新 他那個裡頭有一些比較嚴重的case 是24小時要求他戴著耳機 然後耳機裡頭不斷播放共產黨所有的propaganda 那人都瘋了 這個我們在歐盟作證的時候 就為主的在歐盟的朋友都出來作證 說這個這種所謂的學習study camp 這種學習營就是這樣 那就是一種集中營 就是一種洗腦 那在21世紀現在全世界有一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的因為民族 這地方的人因為他本身的民族而被關押 學習營裡邊那個集中營 我們就叫做無論把它叫做學習營集中營教育營 不管它叫什麼 它是非法剝奪人身自由 大部分人關在小房間裡邊 在進行一個再教育的過程 你不要管它叫再教育這些名詞都不知道 它是非法關押嘛 這麼大多數人被關在那邊而且酷刑 然後被關押的原因就是因為 當然是非自願的 是被警察抓起來的 當然就是被警察到家裡邊 帶上車關走 然後帶走就是這樣的情形 那不是關押是什麼 共產黨給它起個什麼名字沒關係 我們在外的人要一個很清楚的概念知道 那就叫做大量非法監禁 為什麼是因為更不受控制的伊斯蘭教嗎 不是是因為維吾爾人從心底裡邊 從來對漢人 對這個政權沒有服氣過 而習近平現在到了一個程度就是說 你一個民族如果不服氣 我就是要讓你屈服 一個宗教 一個信仰上帝的人 一群人 那你如果對我不屈服 我就是要讓你屈服 你是佛教徒 我也讓你屈服 你是伊斯蘭教 我也讓你屈服 你是一個民族 對我們不服氣 我們也要讓你屈服 信仰兄你可能不知道 我們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前 共產黨也統治新疆 嚴格說統治了五十年 在那邊有一千萬漢人 一千萬維吾爾人 你知道通婚率有多少嗎 不到百分之一 為什麼呢 維吾爾人心裡邊不會把漢人當做自己人 這是一個 而這一點是讓共產黨決定下決心 要把維吾爾人的脊梁骨打斷 這次的這樣的一個過去的這個五 這個三年兩年這個集中營 共產黨在做的這件事情 就是要摧毀維吾爾人的精神 如果今天台灣人還覺得 共產黨你只要不招惹他 你只要不要挑戰他 你對他沒有威脅 他就可以合作 就可以談判的話 有招 你台灣人的獨立的想法 就是他有朝一日 如果他有能力 他就要屈服你的原因 就這麼簡單 社長 這個剛剛講到這個 包括其他宗教 聖經現在已經在網路上 在中國不能買到 上上個月新公佈的 那中共荒謬到 上次您談到這部分 其實有很多網友說 楊謝宏講的是不對的 你如果去比較大的書店 還是可以買到聖經 書店沒有賣的 書店絕對沒有賣的 現在正在要重新歡迎聖經 沒有了 這個他們的訊息是不對的 就是不能買 在網路上已經不能買了 然後已經中共已經宣布了 他們要歡迎重新歡迎聖經 或者在某一兩個像樣板一樣的地方 來擺在那裡 然後給你拍張照 然後讓網軍來說 楊顯宏講的不對 如果為了這個目的 留一兩家書店是有可能的 但是把這個能夠當作是一個 對共產黨的一個客觀分析 我們剛剛談到了 包括對基督徒的迫害 你再問黃燕看 聖經在那一邊流通的狀況 聖經早就下架了的 前一兩個月的時候 下架的意思是什麼 是實體書店 就是路邊那個書店都不能賣 他幫助過了蔡卓華 如果查出來的話 肯定是把你罰款抓捕 當當初 非法經營罪 當初抓捕蔡卓 那還是十多年前 那個時候抓捕蔡卓的時候 就是因為聖經 才抓捕的 聖經在台灣是用送的 但是在中國買不到 在中國買不到 他不准 他當時候打壓基督徒的時候 他說基督徒如果太多了 就會和發能功一樣 什麼會對他們這個正傳 有一些威脅恐惑到他們 然後也不是發能功 包括佛教也打壓 那個十大成立被關押的信證 中國不是一直在塑造 他慢慢開放信仰自由 特別像是羅馬教廷 還要考慮跟中國恢復 某種情誼 中國政府講的話 你一定要朝相反的方向去 那我就聽懂 不過我們剛剛談到基督徒 談到為主 就是絕大部分是穆斯林 我們更談到說 信仰就是他的生命 是他的一切的西藏的藏民 這是由扎西所提供的一段影片 那說實在 我聽不懂他們在唱什麼 我們先來看看 這是一群西藏的小喇嘛們 他們其實就是已經出家當喇嘛了 那是穿著迷彩服 唱著所謂的愛國歌曲 我們先來看看一小段 那請扎西跟我們談談 這到底是代表著什麼 我們來看看 這拜託 導播 導播讓我們畫面可以有大小框 我們可以現場談一談這段畫面 扎西這是西藏的喇嘛 尼姑 他們都是從勞龍港出來的尼姑 他們都是女的 尼姑跟喇嘛 這是尼姑 他們都是尼姑 為什麼要穿著像軍服的東西 除非我們可以可以知道說 中共對那個宗教有什麼禮貌 因為他們這些是和尚和女姑的 還有穿著這種的衣服 是完全欺負我們的宗教 因為他們是個女姑 那那個你們是他們 剛剛我們前面提到的 他們的內容就是說 中國是我們的媽媽 有兩個女兒 一個中國一個是藏人 好像是中國政府對西藏跟漢人 跟漢人是非常有平等的感覺 那個說法上面 剛剛你們這邊有提到說 中國會說很多話 但是真正做的跟講的話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像我特別要想提到這個 像那個叫達西文社 達西王柱 在中國體下長大的一個年輕人 他有訴求中國政府 不是外來西藏獨立 他要的是保留西藏的文化跟文化 然後後來 中國政府是關在監獄 犯了五年 他是一個分裂國家的組織 所以剛剛我和西先生 也是有提到 如果沒有聽中國說的話 你自己有個人的意見 個人的想法的話 又不行的 所以呢 他的意見是更沒有政治關係 更獨立 完全沒什麼關係的 要保留西藏文化跟那個 我們的文字 也是有關在監獄 所以中國方面現在是 是透過對寺廟的監控管制 然後對於 所謂的出家的喇嘛 進行童話洗腦教育 是 但是他們的主要的目的 因為大家知道 這個是 變遷喇嘛 從六歲 六歲到現在 我們沒有見到他 班禪 班禪喇嘛 到現在 他有關在監獄 但是他們自己派出來的一個 假的變遷喇嘛 那這個主要的目標 現在在一起管制 我們的宗教的 主要的目標 是十五次 達賴喇嘛 現在達賴喇嘛 專者在流亡 在印度 十四次達賴喇嘛 那個那個 班禪喇嘛 跟達賴喇嘛 我們宗教的 傳統的方式來講 他們會傳世 然後達賴喇嘛 專者會認同 班禪喇嘛的傳世 班禪喇嘛 會認同 達賴喇嘛的傳世 現在我們的達賴喇嘛 已經八十七歲了 所以呢 那他們主要的目標 是十五次達賴喇嘛 所以一直會管制 這些我們的宗教 那個寺廟這些 所以二零零八年 特別他們有 弄了一個新的法 就是說 所有的人部 這些是政府會決定的 你們喇嘛 跟你們的傳統的方式 是不行的 那個扎西 對不起 因為我比較無知 所以我有一點那個 資訊落差 十四次達賴喇嘛 也就是現在在 德蘭沙拉的這個 西藏的法王 他是十四次的達賴喇嘛 對 十五次的達賴喇嘛 現在已經有了 還沒 所以中共要想 他的目標 是要十五次達賴喇嘛 他可能要派出來 他自己要創造出一個 十五次達賴喇嘛 對 所以他一直會管制 我們的那個傳世的 這個部分 但是達賴喇嘛專者 有很多很多次 有講過很多不同的講話 就是應該中共要好好了解 達賴喇嘛專者 也有提過說 第一是說 第五次達賴喇嘛 要不要 是西藏人民要決定的 我們是一定要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 也有說過 就是說中國不用擔心 十五次達賴喇嘛的 因為我現在 還是會活三十七歲 所以說你不用擠的 但是我到五十 我九十歲的時候 我會國際媒體會先付 十五次達賴喇嘛的部分 那最近也是有提到 達賴喇嘛專者有提到說 十五次達賴喇嘛 不管是怎麼樣的 但是一定會繼續做十五次 十四次達賴喇嘛的工作 是會繼續會做 是不過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由美國國務院所公佈的 二零一七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 我們請導播讓我看一下 第四張CG 其中有關於說 中國憲法呢 現在只保障正常的宗教活動 什麼叫正常當然是由中國官方來定義 也就是說呢 你只要有可能有潛在威脅到 中國共產黨的利益的話呢 通通要限制 只有五個被認可的愛國宗教協會 可以跟中國政府登記 可以從事宗教活動 宗教團體不可以受到境外控制 到海外旅行呢 要先得到批准 西藏的問題呢 中國政府進駐著名的佛教寺廟派員監督 進行愛國教育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的那一段 然後呢 也被指控毀壞 辣辣五名佛學院 這個我們沒寫錯了 辣辣五名佛學院 四千七百棟的建築物 驅逐了四千八百名的生寧 然後呢 新疆的問題 不准穆斯林在齋戒月禁食 齋戒月是穆斯林非常非常重要 很神聖 開齋節更為歡樂 所以這一兩年 我們可以在台北車站看到開齋節 然後很多印尼的這些移工們 在那邊慶祝 但是在中國禁止所謂在齋戒月禁食 也就是直接挑戰他們的信仰 禁止十八歲以下的民眾進入清真室 但是極端主義活動全部要被限制 不能留不正常的鬍鬚 我有開心這個可能有一點不太正常 不正常 那女性蒙面帶頭巾也全部被禁止 要強迫維吾爾人接受再教育 法輪功的問題當然是更嚴重 惠民網報導四十二個人因為關押而死亡 可是在二十九年前 大家期待的是說那一場年輕學生流出鮮血 或許可以換來民主換來希望換來自由 也很多人一直在期待說當中國富有了 擁有了科技之後不管是中國主動或是被迫 民主化要一步一步的落實 可是現在看到的是說當中國有越來越多資源 擁有越來越高超的科技的時候 那種監控是更為全面更為綿密更為有效 我們來看看中國現在有所謂的天網監控所有的人民 中國對內部的監控無所不在 建設中的全球最大監視網絡天網 包含遍布各地數量多達一億七千萬的監視器 搭配人臉辨識系統 路上行人只要被掃瞄到 就可以知道他的年齡性別衣著等相關資訊 英國BBC記者就親自測試 結果發現在被鎖定為嫌疑人後 公安只花了七分鐘就找到他 定位出他的眼角以及鼻尖 鼻翼和嘴角 描述完了以後呢 我們要去到庫裡面去做人臉的比對 度量完了以後 如果他們兩個的這個特徵的這種向量的距離 小於某一個預值的話 那我們就認為它是同一個人臉 這套有如天羅地網的監視系統 號稱是為了讓犯罪分子無所遁形 例如有逃犯在參加演唱會活動時 就因設在出入口的人臉識別鏡頭 遭到拘捕 但鋪天蓋地的監控 也引發侵犯人權的爭議 像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去年過世時 多名參與海濟的維權人士 就陸續被拘捕 最新被捕的人是于奇緣 他上個月被廣州車站的人臉識別系統認出身份 隨即被捕 說人們在生活當中呢 既有安全的問題也有隱私的問題 但是當兩者產生矛盾的時候呢 對於中國人來說 可能更側重於安全 未來三年 中國還要擴充四億台搭配人工智慧的監視器 有報導指出 在中國監視產業蓬勃發展的背後 跟習近平政府控制異議人士息息相關 另外中國政府積極發展第三方支付 追蹤人民消費 都是為了打造出一個可以評價人民的社會信用系統 不過黃燕大姐 其實我永遠記得 每一次我們跟同樣也是您熟悉的好朋友 胡佳先生在連線的時候 他永遠會對中國的未來充滿著樂觀 儘管他永遠是處於極大的困境當中 你跟他一樣對中國的未來的民主自由 有一樣抱持樂觀嗎 我不會抱持樂觀 我認為這個歷史的這個吹已經在倒退了 倒退很多年 以前的前任前任幾位執政的都沒有像習近平獨裁這樣 這不管是有罪無罪的 只是稍稍有一點點言論 對這個政府不滿的 絕對被抓捕 絕對被判刑 絕對在軍運哭刑 包括我說的那個福家的那個石大成 那他是一個出家人呢 他就是因為在網上示範 以下告訴聖尼斯 然後去年三次被抓捕 至今還沒有放出來 所以呢 我認為現在的習近平執政 完全是一個倒退的 倒退很多年了 不過社長這個問題其實我們討論過非常非常多次 永遠會有一群人是很樂觀 所以他們更努力 我不很樂觀 但是又更多人看到中國現在似乎一步一步 更加嚴密 民主更加無望 應該是這樣說啦 就是說如果自由世界的人 大家都還是繼續某種程度去跟這個邪惡的體制去書寫 那當然他可以一直出火啊 我就說川普政府現在開始對他下手 我認為這是一個好開始 那習近平他用這種倒行逆施的方法 其實是加速他自己所講的這個共產黨 亡黨亡國 這個東西同時存在的 可是我認為比較重要的是善的力量 如果沒有上來 邪惡就會一直存在 邪惡不會自己死亡嘛 邪惡就是寄託在有一些人的偽善上面 今天臺灣不是有一堆偽善的人嗎 講的那些話都是某種程度都跟中共之間有非常多的藕斷絲連的關係嘛 他們又要搞什麼海峽論壇這些東西 臺灣一堆人跑去都是媚著良心啊 你怎麼沒有看到 我在歐洲作證的時候 在歐盟作證我說 其實當習近平不能善待他的中國人 自己中國人之後 酷刑他自己中國人的話 全世界人怎麼能相信 這樣的共產黨會對世界好 所以同理臺灣人不會相信 當習近平這樣壓迫中國人的時候 臺灣人絕對不會相信他會對臺灣好 不過統獨在臺灣是言論自由 但是恐怕得先思考先看看 中國是如何對待自己人 我再請教你我看習兄 二十九年前的那場鎮壓過了二十九年之後 那個事件在現在對兩岸的意義是什麼 臺灣又該扮演什麼角色 我覺得應該讓我們臺灣看清楚一些事實現實 一場偉大的八九年這場運動 我個人很自豪能夠成為 他是他的運動之一個議員 那這場運動當初當然是一場 年輕的學生抱持著對國家的理想 對自由民主的信心 然後所有的全世界所有的群眾運動 都有一個共同的邏輯 這個邏輯是什麼 就是人民起來給政府施加壓力 政府有選擇 你可以選擇鎮壓 你也可以選擇順從這個壓力走向進步 中國當時呢 其實當時的八九年的學生 是給了政府壓力 但同時也給了他各種各樣下台的台階 和走向比較良性選擇的機會 可是共產黨所做的選擇 是最惡劣的選擇 而且從那個時候開始 把中國帶下一步步走向更惡劣更糟糕 所以說八九年的這樣的學生的初衷 為了理想自由的自由民主的這個初衷 所推動的這場民主運動 因為共產黨因為共產黨的抉擇 而使得中國今天走向更糟 那這一點是我覺得台灣人今天要看清楚的一點 你要說跟台灣今天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在台灣聽到各種各樣的聲音 有那種完全就是昧著良心 然後去為了個人的利益去做一些 想要跟這個共產黨這種航瀉一氣的一些做法 但這部分人我想大部分台灣人 還不至於是這樣子 但我覺得我比較擔心的是很多台灣人 對中國有非常錯誤的觀念 我常常會聽到人說 中國不是改變很多了嗎 30年當然會改變 全世界哪裡30年沒改變呢 哪個地方都 你出現了高樓大廈 出現了那個高速鐵路 出現了很多高科技變化 並不意味著這個國家就因此更現代化 就更開放了更自由了更尊重你了 今天的中國對台灣的不尊重 已經到了更加變本加厲的情況 而對台灣的威脅也已經直接到了我們臉上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任何對共產黨的不了解 和一種抱持著幼稚的幻想 其實都是在做姑息縱容 同時也都是給我們帶來 迎來殺生之禍的 扎西心這樣的經驗 對台灣的意義是什麼 我先要想講到 就是說我們這邊四月裡面三個人 我們是從別的國家中國過來的 然後我非常感謝台灣 所以台灣就是有保護這種的關心人權 我平常會說的 我們310活動的時候 那麼多台灣人參加我們的活動 並不是要愛西藏獨立的 但是台灣人非常支持人權 所以相信人權 所以今天是我們在這邊 那我非常要特別要跟要求台灣政府 就是說 因為現在我們西藏的用愛西 又學中文是沒辦法去中國 不可能沒辦法去新加坡 香港任何的國家 沒辦法去的 但是今天在台灣 我們可以有一個機會可以學中文 因為我們不管中間道路也好 或者社長獨立也好 我們跟中國是一個並屆的國家 所以我們要學中文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是希望台灣政府 是未來那個藏人的愛西 如果有機會可以學習中文的話 那台灣這個是我自己的代表所有的 藏人的一個要求的 非常謝謝 不過社長黃燕 他可以再延長居留嗎 台灣政府有這個權利嗎 不過現在我們的了解 是因為已經有幾個國家 在開始接觸他 願意協助 願意協助他 最主要就是他到了台灣 才能安心的跟這些國家人 談說我要去哪個國家 是 就這樣這麼簡單的一個訴求而已 所以其實台灣政府也只是 適時的幫一把 幫一把 對 這樣就好 讓他可以再往前走 對 非常感謝台灣政府 感謝楊先生 低低取出的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我真 來 民國那邊 民宿也撤銷 然後公訴也撤銷 然後一些法律反忍的程序 都撤銷了 但是當這一切結束的時候 坦白說我一樣失去這一切東西 我在職棒這個環境 我一樣是灰色的 他們一樣還沒有放給我清白 即使一個影推賽以後 我希望能夠證明我是清白 不要急著球來我要趕快打 把握著他直球投過來好球 那個機率 我還是喜歡著棒球 我還是熱愛著棒球 我並不是 我並不會因為那一件事情 而對棒球的 對棒球的熱情我絲毫的減少 只要我在這個環境 持續的這樣努力 我是說中有一天我會是對 好 常常有人問我說為什麼要在偏鄉教書呢 因為我在偏鄉的孩子眼中 看到了純真跟熱情 偏鄉孩子的父母 比較少機會可以帶孩子出遊 給他們一些課外的補充知識 公式的遊戲本內容非常豐富有趣 而且許多節目在網路上都可以看得到 來打開公式遊戲本 這邊的孩子呢 有好多都是越南那邊的媽媽 所以當他們看到 下課畫路名的節目 去了解到自己媽媽祖國那邊的 一些風土民情 也讓其他的同學知道說 別的同學的媽媽 她在那個國家的狀況 觀看這些優質的公式節目 真的可以達到 不出門而知天下事的優點 1500元認購一所天鄉小學 公式就會將遊戲本和手作包 以你的名義贈送給偏鄉學校的孩童 為孩子的學習盡一份心力 演唱片 秀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